大家好,我是派克森医生 有位粉丝朋友问我 做完直肠癌手术之后 要关注哪些指标 我说要关注的指标很多 但是你最主要作为家属 要关注三件事情 就是使尿屁 使就是这个患者术后 有没有大便 尿就是打完尿管之后 自己能不能尿出尿 屁就是这个患者 有没有放屁 为什么要关注这些东西呢?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 如果这个患者术后已经放屁了 那非常好,说明他的这个胃肠道的功能 开始恢复了 这是我外科医生非常关注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放了屁之后呢 医生也许就会给你吃东西了 帮你把胃管给他拔了 所以呢,作为家属 这个一定要关注的 第二个呢,扁扁 为什么要关注扁扁呢? 就是如果你排便了 那么这个大便呢,经过了吻和口 说明这个吻和口 哎,长得很好 就是肠子和肠子接起来的这个地方 长得很好 如果你拉便之后 肚子没有不舒服 没有不疼 也不发伤 那非常好 就是说呢,这个吻和口是完全长好了 大便通过这个吻和口呢 没有漏到肚子里面去 不会出现吻和口漏 这个呢,家属要关注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为什么要关注小不愿呢? 因为做直肠癌的手术啊 这个操作呢,离膀胱是比较近的 那么有可能刺激到膀胱 包括有些人啊,有潜力性在尊生 拔了尿管之后呢 有可能尿不住尿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以后呢 重新下尿管啊 所以的话呢,也要关注尿的情况 所以的话呢,我们外平衡查房 问的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啊 今天,放屁了吗? 今天,大便了吗? 今天,拉屎了吗? 都是威胁这样的问题 之前有一个实际同学闹过笑话啊 他写病人记录的时候 他这样写的 某某某某主任查房问患者 今天,拉屎了吗? 患者说,拉屎了,拉了很多 拉了三次,每次拉了一大碗 这个病人记录是这样写的 主任看到之后,差点气得吐血啊 这个大白话不能往病人记录上面写 应该是这么说 患者有排便,排便三次 性状是什么样的,量大约是多少啊 应该这么写 要写的文粥粥的 不能够写大白话 这个,太不能提前你是一个医学生的水平的 一个硕士博士不能这么写的啊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关注,关注排便登医生 感谢更多的非常大的健康知识